大家好,我是十四 今天我想聊一聊豆瓣评分8.3 也是今年最令我惊喜的一部国产电影 《爱情神话》 国内的电影是三大类型片 悬疑、喜剧、还有主旋律三分天下的格局 这些类型片之所以较好较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可以轻松在电影里 设置高潮、反转等刺激点 增加观众的观影体验 而《爱情》电影的没落 究其原因是因为和其他其他相比 爱情这个元素刺激性不足 稍显单调 如果你不在《爱情电影》里 加一点奇幻元素 加一点悬疑反转 或者上一点价值和社会议题的话 那很难把观众吸引经营人员 所以在这样的市场氛围下 这部《爱情神话》更显珍贵 因为它就是一部纯纯碎碎 没有杂入任何其他元素的爱情电影 那话不多说 让我们走进《爱情神话》 故事主人公老白是一名上海中年土著 家住小洋房和妻子离异十年 儿子早已成年 每天的生活就是教一教社区老年人画画 以及和好友老屋喝喝咖啡聊聊天 但是惬意闲适的生活里 他还有两个小心愿 第一个是寻觅人生中的第二春 追到同样离异多年的中年都市历人李小姐 第二个是想在一个正式的场合 办一次个人画展 让大家欣赏一下自己的画作 顺便让李小姐刮目相看 原本这一切看似顺利 老白行动果断 李小姐也心中犹豫 两人一方风雨 生活甜甜蜜蜜 成年人的爱情就是这么简单 但没想到 在老白精心制作烛光网餐 准备一锤定音的那个晚上 闯入了三个不速之客 一个是对老白有益 有钱有闲 老公失重的上海富婆格格瑞亚 一个是犯了一个 天底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和老白离异十年的前妻贝贝 最后一个是近来解围 顺便撩妹的情场老手 老吴 一男一女的甜蜜夜晚 就这么变成了三女二男的尴尬饭局 看完这部电影后 我久违的 有一种如是重复的感觉 因为现在的爱情电影 无非就两种模式 要么甜到后甜 要么虐到神伤 爱情 在很多导演的脑海里 早已脱离了现实的条框 成为了一种艺术表达的工具 成为了一种 作者自我控诉 自我搞扫的最好手段 但这些爱情 真的存在于生活中吗 也许有 但一定极为稀少 影片以一个 离异中年男性老白为影线 以上海悉尼的 弄堂市井为背景 去描述三位 性格迥异女性的 爱情观与人生观 表面上 这是一部淡男主电影 老白不过是一个工具人 真正的主角 是三位多姿多彩的 中年女性 三位女性 每个人的人设 都与传统爱情电影里的 主角大相径庭 李小姐被前夫伤害 不愿意贸然开启 下一段感情 她宁愿选择 一夜风流之后的 落荒而逃 也不愿接受老白 商议提供的 同居邀请 优格瑞亚 敢爱敢恨 向往爱情 她可以在餐桌上 大胆地说出 做一只野猫也挺好 甚至可以在 酒喉乱秀 潇洒地付给老白嫖子 至于贝贝 她知道自己出轨有错 但对此毫无回忆 虽然想要和老白复合 但是她的刀子嘴 却从来没有放过老白 他们立体 独特 且分情望重 从这 你也不难看出 导演用一种反套路的形式 去塑造女性角色 以往嫖子 是男性负的 出轨的 大多是男性 甚至一夜风流之后 六只大吉的 也是男性 但是在电影里 所有这些行为 都变成了女性 而男主角老白 反倒成为了 三位美女眼中的 带宰羔羊 这种 身风立场的对调 不仅让整部电影 变得有趣 精彩 更是把女性独立的特点 展露无遗 整部电影 在调侃的制度上 拿捏到位 作为男性的我在观影期间 并没有感到 任何被冒犯的感觉 但是 如果你觉得这部电影 是纯粹让在女性角度 去描述爱情 吐槽男性 那就大错特错了 当然 这里面确实有许多 吐槽男性刻板印象的桥段 比如老白 跟不上时代 李小姐 吐槽有些男性自尊心太高 不接受女人的帮助 但是在 批判男性的同时 电影里也一样 在嘲弄一些 女性的自我禁锢 比如当贝贝知道 哥哥瑞亚没有孩子时 他下意识地说道 一个女人 这辈子没有小孩 是不完整的 这句话 是不是很多未婚女性 都十分熟悉 当你被家里人 强迫相亲逼婚的时候 十个长辈里 有十一个拿这个当借口 而当听到这句话时 另外两位情侣 居然异口同声地驳驰 这是骗鬼的 这话我也可以编 一个女人 这辈子没有为自己活过 是不完整的 一个女人 这辈子没有赚到一百万 是不完整的 所以说 这部电影 与其说是一部 女性电影 它更像是一部 平权电影 它没有站在某一个 性别的角度 去看待爱情 而是一个客观的 第三方视角 去审视爱情 在看完电影后 我问了童趣朋友的感想 因为我个人十分喜欢 所以她的回答 让我有点惊讶 她说 我知道这是不好电影 但我并不觉得好看 之后我信问原因 她思考了一会儿 说 整部电影就像白开水一样 大家都知道 白开水对身体好 但不一定所有人都喜欢喝 确实 如果《爱情神话》 是一首歌 那么这首歌 没有起 没有落 所以对于那些 喜欢躁动 刺激的朋友来说 他们会觉得这首歌 平淡如水 整部电影里 没有传统好莱坞的 强气群和三木结构 甚至连个剧情高超点 你都找不到 但对于我来说 看完电影后的微微一笑 就已经足够 所以 这部电影 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如果你喜欢漫威 爆米花 和视觉特效的电影 那就要谨慎买票 如果你喜欢文艺 小资 清喜剧 那它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 对于我来说 算是一个额外的小彩蛋 在电影结束后 我一直在脑海里寻找 导演邵逸辉的资料 因为我对这个名字 确实有印象 却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 直到回到家后 翻弄聊天资料 才发现 两年前 我曾转发过他的一篇文章 名字叫 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人 在干什么 在文章里 他调感自己是人生的失忆者 北电毕业 自明请告的他 拒绝了诸多 电视剧 晚剧的 工作合作机会 又加脚碰上了 影视寒冬 最后一穷二白 不得已在朋友圈 卖起了电子烟 当初的他 写那篇文章 无非是想让自己 电子烟的客户群 逐步壮大 那时的他 要是知道自己 两年后会成为导演 和徐珍等人合作 不知会做何感想 看着邵逸兴 曾经的文章 我想 爱情中有神话 生活中 亦有神话 好了 今天的介绍 就到这边了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 不妨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